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动词 动词的种类有很多 常常让大家不明白的就是一个离合动词 什么是离合动词呢? 离的意思是分离 合的意思是在一起 这样的动词是分开也可以用 一起的时候也可以用 那么离合动词就是带冰语的双音节动词 可以分离,可以在一起 比如说唱歌、吃饭、见面 简单地说,它们的形式就是动词加名词的形式 比如说吃饭 吃是动词,饭是名词 这样在一起分开也可以,在一起也可以 比如说你吃饭了吗? 我们也可以说饭吃了吗? 分开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说吃了一顿饭 吃饭 分开吃了一顿饭 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看离合动词有什么特点 离合动词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离合动词不能带冰语 这样的动词后面不可以加名词,不可以加冰语 举个例子 见面 见动词,面名词 见面是离合动词 我去公园见面朋友 见面是动词,朋友是冰语 那么这个句子就是错的 不可以这样,是错的 那么怎么说呢? 要说我去公园见朋友 见是动词,直接加入名词 见朋友,这样可以 那么如果我一定要用见面这个单词呢 我们就会说 我去公园和朋友见面 和谁谁谁见面 我去公园和朋友见面 这样的离合动词是对的 那么意思差不多的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感兴趣 我不可以说我感兴趣汉语 我感兴趣汉语 不对 要说我对……感兴趣 对……感兴趣 我对汉语感兴趣 我对唱歌感兴趣 这样啊 第二个是 食量动量补语只能放在动冰的中间 也就是说食量和动量补语的话 放在这两个的中间 食量表示的是时间 一个小时,一年,一天 动量表示的是一次,一下,这样的 只能放在它们的中间 那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睡觉了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是食量补语 表示的是时间 睡觉是零和动词 我睡觉了七个小时是不对的 因为食量补语要放在它们的中间 那么怎么说呢 我睡了七个小时觉 睡觉的中间有时间 我睡了七个小时觉 这样说 好,第三个是重叠形式 重叠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两个一样的 动词,比如说看 它的重叠形式就是 看看 听 听听 长 长长 这样的 那么如果是两个的时候 一般的动词 休息 它的重叠形式是 休息 休息 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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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好 零和动词的重叠形式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样 aab 比如说 散步 我们说的是 散散步 比如说 跳舞 我们说的是 跳跳舞 比如说吃饭 比如说吃饭 我们说的是 吃吃饭 都是aab的形式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离合动词的特点 离合动词是分离在一起都可以的 第一个是它不能在后面有冰语 第二个是时间 食量古语和动量古语放在动冰的中间 一定要放在它们的中间 第三个重叠形式是特别的 是aab的形式 好,今天我们讲的离合动词 您明白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